这个世界,我们只来一次,百年之后,没你也没我,我们奋斗一生,却带不走一砖一瓦,我们执着一生,也带不走一丝爱恨情仇,人生苦短,珍惜当下,见你想见的人,看你喜欢的风景,做你喜欢的事,人生本来就是一次减法,来日并不方长,有钱,把日子过好,没钱,把心情过好。 在时间长河里,我们终将释怀,健康地活着,平静地过着,开心地笑着,适当地忙着,就很好了,想开,看开,放开,不为难自己,别盲目较劲,很多事情你尽力了就够了,别自我折磨,好好爱自己,毕竟这世界没有多少人真正心疼你,人生就是一个过程,从生到死短短几十年,没有什么东西是永久的,所以很多时候尽力就好,不必执拥, 想念太多,该放就放,该忘就忘,我在当下,毕竟我们无法掌控的事情太多,请可能少些遗憾,人生苦短,在变老的路上,有时间,就善待自己,糊涂一点,不较真,潇洒一点,不委屈,大度一点,不生气,看淡财富,轻松度余生,忘记年龄,讨好自己,快不快乐,都是一天,凡事看淡,一切随缘, 人生本过客,何必签签结,人的这一生,最该学会的,不是赚钱,也不是打扮自己,而是无论遇到多大的风雨,都有让自己快乐起来的能力,出生,你没办法选择,婚姻,有时候要靠运气,你唯一能让自己过好这一生的,就是具备调整情绪的能力, 这个世界,看似纷繁复杂,本质上,却还是你一个人的世界,风来听风,雨来看雨,人生就是一场体验,看人,不要用眼睛去看,容易看走眼,更不要用耳朵去听,因为都是谎言,只有用时间用心去感受,真的假不了,假的真不了,岁月是人品,日久见人心,人生很短,不要活得太累,生活没有模板,只需心灯一盏,如果效能让你释然, 你就开怀大笑,如果哭,能让你解压,那就让眼泪流下来,如果沉默是惊,那就不用解释,如果放下能够更好前行,那就轻松上阵